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千多所学校在建筑结构上不够安全 碍于经费 如果这一千多所学校都要重建的话 恐怕得等上数十年的时间 所以去年呢 此季就和台湾的四个县市政府签订合作备忘录 总共援建21所学校 替他们的围楼进行拆除重建工程 让孩子们不用担心经费 提早拥有安全的校舍 拆除旧校舍 校园小记者透过自己的视野 记录点点滴滴的改变 学校师生的期盼 随着慈悸减灾希望工程启动 2015年夏天正式起跑 监察院调查 全国公立中小学3422所中 约有1089所是危险学校 总计16972位学生 在没有使用执照 甚至建议拆除尚未拆除校舍上课 这一排教室大概是民国五十几年 那时候九年国教的时候 陆陆续盖的 那因为这个经过耐震的强度的详评 那这个系数都不够了 我们学校其实我都很担心 尤其这一次拆除的时候 我才发觉那个钢筋其实是很细的 这样的建筑没有倒下来 没有伤害到学生 也算是很幸运啦 有些地板就会滑滑吧 然后就可以用那种方法 就不会滑倒这样 只是补墙或重建老旧危险校舍 钱从哪里来 让偏远县市大伤脑筋 目前我这边需要重建的 大概有差不多十所的话 平均一所大概要五千万的话 大概要排到十年 我们每年度补助 可能补助个三十间学校 但是后面还有几十间学校 等着排队要需要经费补助 所以这一次非常感谢实力基金会 能够一次性的解决 我们这边中小学厕所修缮的部分 教育与时间赛跑 慈济基金会用数字写齐机 四个县市 二十一所学校 六十三所学校厕所修缮 动员十位设计师 盖校舍 体育馆 活动中心 餐厅 宿舍 getan czung 生命 身体的双 piel 那是这四人的遗憾 所以师傅把这种工厅叫做 一次工程 因为学校已经有危险了 我们是为我们的地方的孩子的安全 所以我们去严谨 希望说万一有灾难 我们的孩子在里面 我们的惊惊顺顺顺在里面 我们不用烦恼 也因为减灾希望工程 慈济和学校间有了爱的连结 志工和师生间更建立起好情感 尤其新校舍 新厕所的设计规划 都为每一所学校量身打造 觉得这次我们宴建筑也好 建筑师也好 都非常尊重学校的意见跟社区的意见 让学校能够真正地去享受到 将来他们使用的空间 有他们的参与感 随着工程的进展 天乡学校即将展现新风貌 学童将有不同的未来 也可以集出梦想中的全雷达 我们又去教室了 Y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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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